这四个字叫做什么子弟呢? A. 软夸子弟 B. 元父子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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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父子弟 这四个字普通话读 玩库子弟,母读成夸夸子弟 粤语读元父子弟,母读成远夸子弟 元父子弟是指旧时一些官僚 或者地主有钱佬有权有势的人 经常饮饮压压不无正业的子弟 相当于现在说的是陈村总 孤二代、儿子祖 或者是败家仔的意思 这个词会叫做什么丽斌分呢? A. 圈丽斌分 B. 顺丽斌分 A. 也可以 B. 也可以 你是读圈丽,还是读圈丽的呢? 搞私旁家的秦字,粤语讀圈 圈丽,其实也可以读圈、圈丽 所以读圈和读圈都是对的 劝丽斌分,其实是一个组合的词会 意思就是说色彩很耀眼,很华丽,很好看的意思 这个词语叫做大福,什么呢? A. 大福便便 B. 大福便便 B. 大福便便 正确答案是B. 大福便便 这个圣语,普通话读大福便便 粤语读大福便便 什么时候读便,什么时候读便呢? 很容易区分 当形容肚腩很肥大,就读大福便便 如果是想形容一些东西,很便宜 也是读便,便宜的便 当表示顺利,没有困难的,就读便 例如说方便 形容排泄物的都是读便,分便的便 所以这个大福便便,是读便,不要读成方便的便 意思就是形容人大肚腩的样子 就是广府人说的大肚腩丽 这个词语叫做什么花一便 A. 痰花一便 B. 痰花一便 B. 痰花一便 这个词语,普通话读 痰花已现,粤语读 痰花一便,也有人读 痰花一便 其实都是对的,以前都是靠口口相传的 所以没有说谁对谁错的 这个痰花原本是指印度的一种 幽痰缽花,开了之后很漂亮 但是一下子便会丢借 是用来比喻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景象 出现了一下子后便会消失 稍重即逝 这个词汇叫做一什么黄土 A. 一头黄土 B. 一杯黄土 当然是A 提手庞家的笔字 无论是普通话 还是粤语 都很多人读错 普通话读 普 伊普 黄土 不是伊普 粤语 粤语 一头黄土 这里的 即是用手捧 一头黄土 原本是用来借纸坟墓 后来用来比喻 不多的土地 或者没落 渺小的反动势力 亦都可以用来比喻一些 不起眼不值钱的东西 这个词有选项 A. 喘喘不安 B. 醉醉不安 你的答案是 A. 喘喘不安 恭喜你 你的答案是错的 醉醉不安的意思 C. 即是说因为害怕 所以担心 而感到不安 即是说坦醉不安 心15-16 那意思 是吧 是呀 是呀 这词语叫做什么 无音信 A. 秒无音信 B. 幸无音信 你的答案是 A. 秒无音信 恭喜你 答对了 这词语普通话读 喘无焰酸 粤语读 秒无音信 口口相传 有人读成 了无音信 秒字是指 无影无钟 秒无音信 的意思就是 没有了声气 一些消息都没有 那这个词语叫做 什么意思呢 A. 犬赤一时 B. 犬赤一时 B. 犬赤一时 正确答案是 B. 犬赤一时 普通话读 喘喝一时 而这两个字是读 喘喝八第一声 虽然意思是相近 但不要撈乱用 而粤语就是 犬赤一时 犬字是指 盛大显著的意思 譬如说 犬赤一时 即是形容在某一个时期 他的声望、他的名声很威势、很出名 这个诚语叫做一什么而就 A 一就而就 B 一束而就 没错就是B 一束而就 不要读成一就而就 足字加个就字 这个字普通话读粗 粗语读粗 不要读成就 一束而就 粗字是指踏踢的意思 古时候将足球叫做粗谷 这个是粗最原始的叫法 一束而就的意思 就是走一步就可以成功 一步登天很轻而易举就可以成功 这个词会用粤语又怎么读呢 A 大富翁 B 大富翁 当然是A 大富翁 有多老 公字下面有对乳毛 这个字普通话读 翁 粤语读 翁 但是很多人受普通话的影响 将它读成翁 大富翁 其实应该是读大富翁 古金音只有一个读音 这个翁字 其实原本是指雀仔的颈毛 所以有对乳毛在 后来又引申起父辈的人 例如老翁 余翁 那蔡翁失马下一句 你又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有些地方还会将家公叫做家翁 所以翁字可以指丈夫的父亲的意思 例如翁姑是指公婆 翁世是指外父和女婿 而大富翁就是指非常富有 很有钱的人 用广府话就叫做有钱老 说到这里又想问一下你 广府人说的大粒子是指哪位呢 留言告诉我 这个诚语有选项 A 所向披霉 B 所向披霉 你的答案是 B 所向披霉 至于这个诚语 你有没有读对呢 平时经常说的 普通话读 所向披霉 米 米烂 粤语所向披霉 霉烂 古时候披霉的霉 和霉烂的霉字是相通的 虽然是相通 不过各思其极 如果你是想写 微烂的霉 都是写下面有个 米字的霉 而下面有个 非字的霉 是表示美好浪费 分散的意思 譬如说 此霉 此霉 此霉即是很浪费的意思 所向披霉 的意思 即是力量强大 力量所到达的地方 都没有东西可以阻得到 所向无敌 无人能够 至于这个 你又懂不懂读呢 在古装剧经常见到的 普通话读 二粗 二片 粤语 一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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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字原本是指紧壁 很急粗的意思 这里的粗字是指皱眉 譬如说粗粗 是指皱眉头 苦瓜干 这样的面口 至于这个粗字 就可以有边独边 是指皱眉的意思 譬如说 一粗一笑 就是形容皱眉头 不开心和开心的表情 一粗一粗的意思 就是说 很优秀 很不开心 很惠异的意思 这句成语 除了第一个字 其他全部冷色读 是什么呢 普通话读 言此思故 粤语读 掩旗 语语 意思就是说 放倒君旗 停止雷鼓 秘密行君 是比喻忧战 或者无声无息 停止活动 就为之 掩旗识鼓 如果还有其他不懂得读的字 欢迎下留言 我尽量帮你去查 到最后 阿婆说要问问你 折烈的折 点者问你 A 还是B 欢迎下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